我們先看一下塞車人都在走 塞車人都在拍VLOG耶 我們在拍VLOG 我們在拍VLOG 我們拍VLOG 我們拍VLOG 我們在拍VLOG 是增加了 也為了,這個世界很高 一切 是去年輕聲音 在五十歲 本來實力上是 第一集 Deixa 叫成一年的 哇 好 是不是 ビビ 不要 高中 细子 对 好 这是 好 我いて 我和你 我跟他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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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我看 我看 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昨天我去看了一套马来西亚电影 是讲关于马来西亚女兰在2015年 Sea Game得到金牌的一个电影啦 主要故事背景是讲关于 Kushyong 还有Izati 木兰 还有Galai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真的是很值得去马来西亚入场看的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少看马来西亚制作的电影 所以关于这部电影呢 它是有讲到一些像是我们可能的肤色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流着血都是一样的 在电影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马来西亚就是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啦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会怕可能是在想到Izati 他进了SEL第四次啦 就如果我不在电影上看的话 我是不知道他已经是进了四次SEL 如果我们一直看电影 或者我们不是他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啦 还是他的球员、队员都好 这样子我们就不能知道他之前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都忽略了 如果没有一个像一个电影啦 还是微电影做一个记录的话 微博症狂的东西都被我们忽略掉 另外我不是做一个微电影 像这些马肥做的那种这样子 去记录这些我们的荣耀吧 这种马来西亚的荣耀 药员 所以昨天看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去看 你们一定要去清场 买票去看 支持马来西亚绿篮 哦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这个是 木兰算是给我的修衣 还有他的亲笔签名 谢谢你